大家好,我们来继续来制作这个模型 我们把鼻子这块要处理一下 嘴巴这会调整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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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选中间这个方块啊 这是根据屏幕的一个万向轴 所以说这块我们调整起来用这个方块是比较方便 要不然选这个轴向的话可能调的时候会比较费劲啊 好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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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不做动画的话 里边这块我们大概就这样做一下就可以了 不需要给他做口腔 如果要做动画是需要做口腔的 我们现在这块呢 直接把这块给他做进来就可以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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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从这边两一条线 在这挤压一下 把鼻孔的这个位置挤压出来 把鼻孔的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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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条线 加一条线 加完线以后 不能说我们就放在这儿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线调整一下 把这儿调整一下 点错了 点成起初了 切割 我们给这儿加一条线 这块面看着不是很对的 给这儿加条线 把这个线给它取掉 就刚才这块结构 鼻头这块结构看着不对 再调整一下 把这块的这个再调整一下 这个样子 鼻子这块这个骨头也要注意 它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但是我们也不要做得太过于明显 也不要做得太过于明显 就是大概把它这个感觉 把它做出来就可以了 好 从这儿连一根 从这儿连一根 有时这个布线如果你做得不好的话 这个你会看着非常难受 就是这个结构会看着很难受 也不好做 所以说我们这个布线一定是我们 做这个人物模型的一个重中之重 就是考虑的最多的一个东西 一定要耐心慢慢的切 这个模型到现在做了大概可能 两个小时连起来 所以时间还是比较快 所以有些东西呢 考虑的不是很细致 有一些问题 嗯 但是呢 我们现在把它的这个 我们从这个 来把这个鼻头的这个位置 我们先从这儿布线 把这儿 拽下来 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然后这一块过去 嗯 一直到上边 这不合适啊 这个不行 重新调整一下 把鼻子这个地方 重新把这不向调整一下 有一些不向看着比较扭啊 所以说看着比较难受 像这些地方呢 我们应该 嗯 首先要考虑这个鼻子的一个形状啊 这个鼻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形状的一个东西 啊 然后呢 把这些 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 鼻子的鼻线其实是这样转转进去的啊 等于是这样转了一圈转进去的 但是这块这个布线呢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其实是有一点麻烦呢 我们把这个 嗯 从这一块啊 这个我们到时候自己在做的时候呢 也可以去多考虑一下啊 这个结构的问题 多干查一下这个结构 然后呢 这边呢 好像比较深一些啊 比较高一些 从这调整下来啊 从这调整下来 嗯 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啊 这样的一个结构 然后这块呢 往进深一点啊 这样子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 把它删除掉 把这个笔孔删除掉 然后呢 双击这个面 给它往进走一点啊 往进走一点 往里边走一点 缩小一点啊 缩小一点啊 缩小一点 不要这么大 然后让它稍微翻一点啊 那也不要太过啊 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然后Ctrl E 我们再给它挤压一下 往进走一点 先做这么一个感觉啊 先做这么一个感觉 平滑一下 看一下效果啊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然后呢 我们现在这个出的问题是在哪呢 就是这个 鼻子这个位置 它显得过于单薄啊 显得这个布线可能不够啊 布线可能不够 然后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给它 从这儿 然后再到这儿 再到这儿 再到这儿 再给它布上一根线 再给它布上一根线 然后这块的线 我们可以再给它调整一下 因为这块显得有点密了 有点过密 把这个线调整一下 往上走一点 把这块这个结构我们凸显一下啊 凸显一下啊 那走一点 往这走一点 然后把这块 往进收一点 往进收一点 这块呢 也往进收一点 这有一个三角面 这是一个三角面 我们等会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们先把它放到这儿 然后这块呢 往下走一点 这边呢 往上走一点 让它往进转一下 往进扭一下 这样子 然后从这个地方 我们再给它再补一根线 把这块做的再扎实一点 从这儿过来 到这儿 先布这么一根线啊 先布这么一根线到这个位置 嗯 然后呢 然后呢 再从这儿 再布一根线 给它转进去啊 鼻子这块就比较麻烦一些 然后把这个线给它清掉 这个线给它清掉 选择这块给它往进提 然后这块的这个线 这块这个线显然是不能这样做 把这个线从这儿 交到里边啊 交到里边 然后呢 把这个面给它删除 把鼻子里边这块呢 给它稍微做起来一点 好 然后呢 往下移动一些啊 这个样子的 这一块呢 往上走一点 往上走一点 走一点 这边走一点 这边走一点 就是啊 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 往前转的这么一个感觉啊 你鼻子这块的结构呢 其实比较复杂 做起来呢 是有点有点这个困难的 所以说我们更应该 多去观察它的结构 多去观察它的结构 然后这块呢 我们是这样子 把这个线从这儿 迷过来 连到这儿 连到这儿 然后呢 把这个线给它 一去 然后再用多切割工具 从这儿连线 连到这儿 连到这儿 连进去 然后 把这个线 一去 然后在这儿调整一下 这个结构 就是按着这个 鼻子的这个轮廓的这个感觉 去调整 这个 平滑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鼻子的这块 这个结构啊 就这样的一个 一个样子形成了啊 然后我们再来 继续再去把它的这个造型 再去 考虑一下啊 从这个位置啊 到这上边 这块 我们往下一点啊 这样往进收一点 然后 这个位置呢 我们往进走一点 这个位置呢 也往进走一点 嗯 这样往下走一点 嗯 差不多啊 这块 把这个鼻头我们再来调整一下啊 鼻头这个样子 现在看着怪怪的 下巴 下巴有点 有点长 调整一下下巴 这个我们要到正面看一下这个 把这个 从这儿调整一下啊 把它往起来调整一点 这一块呢 往进走一点啊 就把这造型 你自己 在调整的时候 注意这些造型 就可以了啊 这样的一个 一个感觉啊 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注意这些 这些地方啊 然后 嗯 这块的这个 还是不太够 再给它 往进走一点 好 这个样子啊 这个样子 然后呢 这块再给它加一根线 加到这儿 然后把这块 利用这根线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鼻子这块的结构 把这块调整哈 往起做一点 然后呢 这块呢 也往起来走一点 到测试图 然后 继续去调整它的这个鼻子的造型 嗯 嗯 嗯 好了 我们把这个就 基本上就 这个也不会做的太细致啊 因为时间关系呢 所以说 只能是把它尽量的调整啊 尽量的给大家调整 这个这个造型 好 嗯 然后呢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这个额头 这个部分啊 还有一些问题啊 我们现在把这个地方呢 我们给它往下降一点啊 往下降一点 这个有点高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啊 往下降一点 这儿 这儿 包括这个 就是这个煤 煤太厚了啊 我们把它做的薄一些 啊 包括这个地方啊 包括这个地方啊 也给它 降低一些 好的 然后这块啊 给它调整过来 嗯 这个线啊 这块有一个线 我们把这个给它 哎 我们给它把这个沾一下啊 就是缝合一下 缝合成这种造型啊 这块有点三角面啊 问题不大啊 因为这块它不是一个活动的一个地方啊 所以说 你看它有一个三角面 其实嗯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所以这块我们不用太担心啊 不用太担心啊 好 然后这个我现在发现这个人的这个就是 就是我其实没有按照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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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特的那个样子啊 就是做着做着就做跑偏了 我们只能说是按照这个这个基本的一个人的一个结构来做啊 嗯 目前的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它的 我们把这个软选打开啊 B键可以调它的范围啊 我现在发现这个鼻子的这个地方啊 有点 鼻子有点小了啊 鼻子有点小了 是这样 我们一会把这个整个调整完以后我们再调整鼻子 其实鼻子小的同时呢是因为眼睛做的有点大啊 眼睛做的有点大 所以说我们应该把这个眼睛呢 嗯 稍微往小的 哎呀 这现在还这现在是两个缝合着呢 所以说这个 不好调整啊 一调整容易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我们一会把它合并了以后呢 我们再来进行一个调整啊 这个都没关系 好 那么我们这块的这个模型呢 基本上就搞一段落啊 我们把底下这块呢 再来调整一下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啊 到这个位置 那这三角面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破开它这个三角面啊 这样子给它 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线呢 我们到时候来做耳朵用啊 来做耳朵用 所以说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 我们直接把它放在 就放在这儿啊 就放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嗯 然后呢 这边这个行呢 我们把它要啊 调整一下 把这个行呢 往前让它走一点 因为这个是那个 后边的那根啊 那根金啊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地方呢 往高的抬一点 往前走一点啊 往前走一点 啊 包括这块呢 我们也可以再不调线啊 不调线 线有点少啊 中间这块 调整一下 把这边调整一下啊 ok 好 先展示这个样子啊 好 我们现在来把这个眼睛的这个位置啊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b键啊 我们把这个眼睛还是得缩小一下 这个眼睛有点大 有点太大 所以说 看着就有点怪 调整一下 把它 稍微缩小一点 好 嗯 嗯 好我们再来把这个 这个地方的这些 布线再来调整一下 啊 储存一下 嗯 清除一下它的历史 清除一下历史 清除一下历史 好了啊 我们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头像啊 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把它就做完了 那当然有一些还有很多地方做的有点问题啊 就是不足之处吧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因为这个 我其实平时在做这个模型的时候 其实花的时间是很长的啊 这个时间 因为也今天也一直连续在录这个教学 所以说是有一些地方呢 还望大家能够谅解啊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 模型这块调整好以后呢 那大概就这样子 这个下巴这块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到时候再加一些线啊 再加一些线 再去对它进行一个 下巴线这块这个造型呢 有点 怎么讲呢 不是很充分啊 就是不是很饱满 我们把这块的这个造型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再给它 嗯 去修正一下啊 去修正一下 我们回头再修正吧 我们现在嗯 我们不要往上跳啊 往下走一点 把这个造型再先给它 先以这种方式吧 先这样方式先给它放在这儿 嗯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来做哪一个部分呢 我们接下来可以做它的耳朵啊 以为现在已经到这个这个程度了 当然在做耳朵之前呢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把这个顶点啊 把中间这个顶点选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这个边已经已经不齐了啊 就是我们中间这个边已经不齐了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 就是不是一条直线了 我们把这个边选中 把这个边选中 选中 然后用这个缩放工具给它压一下 压一下压平啊压平啊 然后呢我们利用这个 抓取工具啊 就这个抓取工具呢 我们给它把这个形再给它改一下 这个有一些形我们觉得不是很好的 我们再给它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那这个工具其实蛮好用的啊 调整大型啊什么的都还是比较比较不错的 包括这些有一些地方 我们要控制点的话 是比较麻烦的啊 但是我们用这个工具 其实还是很方便的 这儿调整一下啊 大概的把这个造型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行了 就这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我们再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这个耳朵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做到这个耳朵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会觉得啊 这个无从下手 觉得非常复杂 那么我们在做耳朵的时候呢 我们最好呢 是在这个网上呢 能够去搜一下这个耳朵的一个照片 耳朵 找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图啊 找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你看这个耳朵的结构呢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啊 我们来看这个 我喜欢从这边开始做啊 你看这个耳朵 它分为这样的一个外耳轮 然后里边呢 分为这样的一个结构 其实它就是两个结构 但是这个耳朵是 一般情况 它耳朵是翻转的啊 你看它这样的一个翻转的 这么一个结构 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翻转的这个因素呢 要考虑进去 当然我现在看的这个 基本上都是女性的耳朵啊 都是女性的耳朵 那么我们把这个放到旁边 放到旁边 然后呢 我们来对照着制作一下啊 耳朵呢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如果说 记不清这个样子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图片呢 导进来啊 导到这个里边进一个制作 当然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呢 在这里边你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 嗯 有笔啊 油性铅笔的这么一个工具 在这你可以去画一个耳朵的一个样子啊 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形状 对不对啊 啊 这个怎么样的一个一个一个分布啊 你可以去大概的把这个 把这个形去描绘一下 大概去画一下 大概去画一下这个样子 然后你在做的时候呢 你就有更充分的一个一个感受了 当然我还是觉得大家在制作这个耳朵之前呢 嗯 我们一定要对这个耳朵进行一个比较细微的一个观察啊 然后再开始动手 嗯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来进行一个制作 那么制作耳朵的时候呢 我喜欢用这样的一个面片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啊 面片这样的工具 我们先保存一下 点击它 这个时候在场景当中创建这么一个面片 然后把它转过来啊 把它转过来 负的啊 90度把它转过来 然后中间的这个分段啊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网络呢 我们是不需要的 所以说我们给它清零啊 给它清零 然后选择点 然后开始调整啊 调整这个耳朵 首先呢 我们做的是这个 嗯 我把这个耳朵这个图片 我把它下载下来 等一下找一个比较清楚的啊 找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耳朵 我先暂停一下找一下图片啊 啊 那么我们来看啊 这个 我找了这么一个耳朵啊 找了这么一个 这个耳朵呢 感觉好像是个小孩的一个耳朵啊 比较圆 但是这个图片呢 比较清楚 因为我在百度我呀 发现搜写那些图片啊 很多图片都特别模糊 虽然那个分辨率很大 但实际上图像的质量并不高啊 所以说我就搜这么一个一个东西 当然这个结构很清楚啊 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改变啊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旁边 然后呢 我们现在来看啊 我们现在先制作是哪个位置呢 我们先制作的是这个 这个位置 我们面片嘛 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拽 然后把它一直制作这个位置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怎么做啊 调整 然后呢 从这儿啊 然后选择这个边 然后Ctrl E 我们进行一个挤压 把它挤压出来 Ctrl E 然后再继续把它挤压出来 选择这个顶点啊 选择这些点 把这儿调整一下 把这儿调整一下 然后呢 这块选择这个边 Ctrl E 我们再继续调整 调整到这儿 选择顶点 爸爸录教学呢吗 你没看见了 可是我一直在你身上 我就能看你啊 那现在 不准说话啊 你在做耳朵呀 等一下我先暂停一下 好了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耳朵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我们不要光在一个视图下去 调整它 因为这个往往你在一个视图调整的话 会把这个调的很平啊 所以说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耳朵的这个造型 是吧 他呢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属于耳朵的最低的点 然后他从逐渐是升高的啊 逐渐这样转出来的 然后呢 一直到这儿 这儿其实几乎是耳朵最高点啊 那么有些人的这个内耳这个部分 内耳轮的这个部分 比外耳轮还要高 所以说这个每个人的其实不太一样啊 但是我们就按一个通常的一个标准来说的话 这个这个方是耳朵最高的一个点 然后这么逐渐再下来再进去 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呃 大家一定要按照这么一个结构啊 首先把这个地方啊 往前推一点 然后这儿呢 做这么一点 好 把这块呢 调整一下 因为这个耳朵比较圆啊 男性的耳朵一般不会有那么圆 所以说我们在调整的时候呢 把这个地方呢 嗯 调整一下 不要说话嘛 爸爸在那儿录教学 你老说话干什么 你只能看知道不 啊 然后你看 我们从这块调整过来 啊 哪哪有问题 啊 啊 那我我我继续改着啊 啊 然后从这你看 转过来 Ctrl E 继续 这个开始的时候 就是很多人在做这个耳朵的时候呢 容易就出现这种无从下手啊 不知道从哪开始做啊 所以说 这个也是 我们做这个耳朵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啊 这样子 把他转下 这个耳朵可以做大一点啊 没关系 Ctrl E 因为我们一会再可以把它再放小啊 Ctrl E 啊 继续几样 调整一下 啊 一直做底下这块 这个属于这个耳垂的部分啊 Ctrl E 转转 转出来 顶点 把这块选择好 你看这样的一个造型啊 这样的一个造型 好 那么这块耳垂做到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先给他放到这儿啊 先不要着急再往下做啊 我们就给他先 放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我们给他 从这个你看从这个耳朵是一个翻着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说我们从这儿呢给他把它调整一下 我知道我知道你讨厌不讨厌不许说话啊 都录进去了知道不 所以大家看一下我给大家做教学其实挺不容易的 因为我儿子刚才还在那儿看动画片 然后听见我在这里边说话 然后就进来 也不能说捣乱吧 一直就站我旁边 先坐桌子上 再看着我弄 然后呢我们来把这个地方啊 你看调整一下啊 然后这个大家来看这个耳朵的这个部分啊 你看他这个耳朵这样转转进去以后呢 这边从这块呢又好像伸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和我们这个耳垂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说这块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啊 我们先把这个往上调整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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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这个角度是不够的啊 我们从这儿呢 把它调整一下 放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放到这儿 好 把这块调整一下 一定要多角度去观察啊 清除一下历史 然后我们在这个 选择这个多切割这块呢 我们给它从这儿画条线 画条线 选择这些点 我们给它调整一下 选择这个标 Ctrl E 挤出来 然后这边呢 往下走一点 往下走一点 然后Ctrl E 再挤出来 Ctrl E 进去 然后Ctrl E Ctrl E 调整一下这个位置 调整一下这个位置 来看一下这块的这个二锤和这儿的一个关系 先把这儿降低一些 然后继续选择这个边啊 选择这个边 Ctrl E 嗯 差不多 好到这个程度以后呢 我们现在你看就等于把耳朵这个部分我们就做完了啊 做完了这块呢 我们只是做这个外部的这个结构啊 然后呢 我们把它 嗯 尽量的调整一下啊 尽量的调整一下 好 然后我们先来做内部啊 做这个里边的这个部分啊 做这个部分啊 做这个部分 做这个部分 然后跟它外边的这个耳轮啊 这两个进行一个连接啊 这个部分呢 有的人这个部分是耳朵里边的最高的一个点啊 最高的一个点 把我来看你的耳朵啊 来啊 你看你这个耳朵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他 我儿子耳朵这个地方是最高的啊 所以说 就是这个 因人而异啊 所以说我们我们来 进行一个啊 制作 先做里边这个结构 嗯 我们选择这个这个边吧 这个边吧 选择这个边 嗯 Ctrl E 我们给他 先给他把这个挤压出来啊 挤压出来这么一个边 然后给他往进走啊 往进收一点 往进收一点 他其实这个耳朵是翻着的 所以说这个应该再往里边拐一点 然后Ctrl E 继续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结构呢 就可以 往上走一点 然后给他 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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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这个边 选择多切割 这边加条线 咱们就先给他 嗯 去吧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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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rl E就是几出这个命令 也就是我们的网络工具里边 不是网络工具 是在我们的编辑网络当中的几出 Ctrl E就是这个命令 我们一般求人快捷键 当然在我们2018当中 我们在我们的移动工具当中 在我们移动工具当中 我们点开它 在最底下有个智能复制 我们如果把这个勾选 你看现在按住Shape的键 拖动以几出组件 我们其实不用点Ctrl E 我们点出Shape的键 一样也可以进行一个复制 这是习惯一点点Ctrl E了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2018的 一个新的一个功能 也蛮好用的 这个主要是来自于3D Max 就是3D Max的复制 就是点出Shape的键 所以这两个软件 现在是一家公司 所以说它们其实都是有一些参考的 有一些共同的一个借鉴的 我们现在把这块 你看Shape的键点住 其实更方便 更快一些 但这个Shape的有时会出现一点问题 所以说我之前都不太用这个键 包括这 这基本上到最高点了 是吧 我们调整一下 把它移过来 然后选择这个Shift 点着它Shift 再拽过来 或者Ctrl E 或者点这个J键 也可以继续复制 就是点这个英文字母的J 也可以继续进行一个复制 所以说快据很多 就看你自己习惯用哪一个了 点这一键 一样的复制 选择顶点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点给它一对接 目标焊接 OK 然后我们给它清除一下历史 好了 然后我们在这再加一条线 调整一下 好 我们现在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造型 然后我们现在来做里边的结构 我们选择这个边 Ctrl E 我想起呀 选择顶点 我们将这个 我们选择这个目标焊接 将它焊接住 你不看动画片去 你不看动画片去 我不想看那个 我就是想想来一个重看一看 来一个我的电视呢 重看一看 好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先这样子 那么我这一次的教学 这块已经录了52分钟了 那么我今天的这个教学呢 我就先停止一下 咱们下一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